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米饭非常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首先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适量的大米 然后加入一勺白醋,再倒入清水浸泡10分钟 加白醋可以软化大米,煮出来的米饭更加的香甜 泡好的大米,清洗干净之后把水倒掉 控干水分,然后倒入电饭锅里 再来准备四个鸡蛋 把鸡蛋全部打入大米里 再加入几滴白醋去腥 加入一勺使用油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把鸡蛋浇散 让每颗大米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没过大米两厘米左右就可以 这个比例煮出来的米饭软硬刚刚好 然后盖上盖子,打开煮饭键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洋葱去头去味 然后在洋葱的切口处撒上食盐 再用勺子涂抹均匀 这样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拉眼睛 然后把洋葱先切成长条,不要切断 再把它旋转一下,切成长条,不要切断 这样切洋葱一点都不拉眼睛 最后再横过来,把它切成洋葱丁 这一步动作一定要快一点 不然你又会感动到哭了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 再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土豆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倒入清水泡着 防止氧化变黑 再准备一个西葱葱去头去尾 然后再对半切开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块钱的猪肉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 先切成厚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块钱的猪肉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改刀切成长条 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肉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把火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洋葱加进来 把肉丁也加进来 炒出洋葱的香味 炒至肉丁完全变白 炒出肉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黄豆酱 再加入一勺生抽调味 翻炒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土豆加进来 把胡萝卜和西葫芦也加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加入一小碗清水 再盖上盖子 焖煮两分钟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再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汤汁收得差不多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到小碗里 盛出来半碗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米饭已经蒸好了 哇好香 颜色金黄金黄的 然后用勺子把它翻拌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非常的香 有点像黄金蛋炒饭 再把它盛到小碗里 再用勺子往下压一压 压得紧实一点 然后扣上一个盘子 把它倒扣取出来 再撒上一点香葱 增香又漂亮 再淋上一点汤汁就更好吃了 米饭这样做有肉有蛋 还有各种蔬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颜色搭配起来 色香味俱全 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每次做出来孩子都要吃两大碗 米饭口感软绵 加上汤汁非常的入味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